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啦 來新賽道了 下去看一下下 他們賽道的改裝 我們要直接去看他改變的是哪一彎 大家熟悉的二三四號彎改變了 這寬蟲區變大了 路線稍微有一點點改變 而且這裡刨掉了 我覺得為什麼要改變這二三四號彎也有一個原因 因為很容易一起跑的時候 就很容易擠在二三四號彎就出局了 我之前比賽也有過這樣 然後就掉到最後一位去 最後我還是拿到第一名 這二號彎應該是 沒什麼改變 就往這裡進來還是一樣 然後二號以前我們看西進去的地方 而且他好像做了一個斜度 好像下坡一個斜度 只不過 二三次好像變比較直一點 如果從這裡過來的話 可能從這裡 這樣稍微 拉一點點 可能就可以過去了 這裡就是一個直線 就這樣 記住喔 四個輪子不能跑在白線的外側 這樣是 就是 超出賽道 OK 但是兩個輪子可以 所以 你看嘛 這一定要就是 直接把它切過去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把它切過去 對吧 這是正確的 然後你看這裡就多了一個緩衝區 因為 到時候大家在擠這個彎的時候 起碼就有緩衝 那邊 大家在壓那個彎的時候 起碼有點緩衝 這個是二號 三號 三號把這個把它改掉了 變平了 然後有緩衝區 四號 四號那個地方 還是一樣高高的 可是只是 進來的角度 應該是不會這樣 以競技車靈活的角度 或者是 出租車的角度 應該 這個地方應該 方向盤可以打蠻少的 就不會再這樣進來 又推去那個感覺 蠻酷的 蠻特別的 這裡被我發現也有些許的不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最後一彎出來的時候 它多了一點點緩衝區 對吧 這代表車子可能可以多放一點點出來 好像會比較好 多了這個緩衝區 所以出來的時候 車子應該 以競技車的角度來講 應該是可以放上去 然後再讓它衝出 搞不好會比較好一點 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因為路線就是試出來 對吧 理論是怎樣 感覺是這樣 但是就是要試 其他彎好像都沒什麼改變 喔 這一段路有重鋪 這裡 欸 我看到了 對面那一段也有重鋪 就重鋪這兩段 像這種重鋪的路 會有個特色 就是 它的那個接縫的抓地率 會不會太一樣 但是沒什麼差別 的原因是 我覺得這兩個 補這兩塊沒什麼差別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地方都不是煞車的點 所以就還好 沒什麼問題 因為它不會是煞車的地方 所以它就是直直的過去而已 不會造成什麼影響 這幾個彎 都一樣 還是一樣 沒有問題 所以這一次 賽道改建 可能就是 喔 這裡重鋪一塊 對吧 這裡也沒什麼煞車的地方 也還好 不會是重煞的地方 會有重煞的才會比較有差別 因為有時候 你在煞車的時候 遇到一些高低的地方的時候 那個真的很考驗你的腳 例如西湖 倒數第二個彎 我踩到那個腳 我感覺都好像有點歐青 踩煞車喔 那根桿子回饋給我腳 我現在踩在地上 我都覺得我腳好像有歐青 你看 我那個煞車鍊的真的是 很認真耶 對不對 你們喜不希望我走一次賽道 應該是不用 我們等一下用車子來走 比較準 對不對 不然這樣 大概介紹一下 是吧 講一下說 就是 差別在哪裡 OK 像這個鹿岩石啊 沒事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不要上去再下來 因為上去下來 它會需要一點點平衡的時間 OK 但是雨天的話 感覺上去又很必要 如果你有在看那個 WSK 那些OK的size 他們的雨天 喔 騎上去整個輪子上騎 騎上去騎好騎滿 然後好像落在上面 它會拉著那種感覺 還蠻酷的 鞋子 對 沒有 是 行 是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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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